Hello,这里是带大家谈谈宇宙的科幻认见,我是爱你们的迷妹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是一部奇幻短片《兄弟岛的传说》 很久很久以前,两兄弟不顾恶劣的天气出海捕鱼 于是,恶狠狠的海洋给了他们一个教训,将它们吞噬了 但他们却狠走运地被一对神灵兄弟救起,神恩浩荡 甚至赏赐了他们两座东西分布的兄弟之岛 一人一座,只要带上吊坠就是王 但作为条件,岛上的所有东西都必须是乘双乘对的 还要给他们立十项,单独存在的东西都必须扔到两座岛的深沟里 听起来很简单对吧,但是成家立业后生小孩怎么办 简单,一只生双猫胎就完事了 可是不幸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粉国王的王后只生了一个,她流着泪将孩子交给国王 国王立马骑着自己的小摩托去寻找解决的办法 难道真的要将自己的亲骨肉扔进深渊吗 她将孩子带到了神像面前 找来了一块宝石便开始许愿 俗话说得好,心成则灵 宝石竟然变成了孩子的模样 成了,双胞胎 可是宝石毕竟还是宝石 无情地从国王手中滑落摔碎了 突然,大地开始出现裂缝 国王欺骗神灵的做法惹怒了他们 神像也塌了 施以她要将孩子扔进深渊 国王只能赶紧带着孩子跑 没想到,被自己的国家堵在了门外 这下回不去了,只能往前走 即使没人知道前面迎接她的将会是什么 冲上吊桥的她,很快就迎面撞上了什么东西 然后掉下了悬崖 没想到的是,当她醒来后 粉孩子变成了蓝孩子 她拿着手电筒转来转去 终于发现了在她对面的那个人 是你吗,好兄弟 两个人迅速地交换过孩子 然后开始了对对方的检测 他们看到了彼此脖子上的吊坠 双肩合臂 兄弟倒立刻合并成了一座小岛 兄弟神也无法将他们分开 沧海桑田,我身边的那个人依然是你 太感人了 他们一起坐在小岛上 看着缓缓升起的太阳 真是无比温馨的一幕呀 粉国王毫不犹豫地摘下了自己头上的桂冠 扔了出去,蓝国王照做 然而犹豫了一会儿之后,他停手了 粉国王气急败坏地过去抢 可真是太真实了 权力面前谈什么表面兄弟 好了,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了 如果你点的关注评论的话 我就做你的表面兄弟哦 欢迎大家在评论里留下想看的片名 让明媚带你看进各种精彩科学里 小期待啦